国外借色经验第十一期 色情无异于毒品 五年前 我染上手银 我本以为找到了人生最大的快乐 却不知道是痛苦的开始 我一直相信这手银无害论 最后满身的疾病却让我痛苦不已 直到我看到国外的借色经验时 我才知道曾经的自己是多么的无知 然而时光已是 表面上看 可卡因 毒品的一种 和色情之间似乎并没有很多共同点 但研究显示 观看色情可以使你的 大脑释放根基使可卡因相同的快感化学物质 更重要的是因为观看色情所产生的刺激 你的大脑会开始重塑自己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疯狂 但这是真的 阅读以下内容来更深入地了解大脑是如何工作的吧 表面上看 可卡因和色情似乎没有很多共同点 一个是在破旧的小项购买 另一是免费下载 一个价格会升值得很快 而另一个是高速互联网的价格 此外 修 海夫纳 花花公子主编 并不会被人们认为是大毒枭 那么相似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大脑内 如果你不是一个神经外科医生 那么这是关于大脑如何工作的速成课程 在你的大脑深处 有一种叫做奖赏回路的东西 你有一个奖赏回路 你的猫也有一个 对哺乳动物来说 它是与生俱来的 奖赏回路的工作是帮助你保持生存 和它的名字一样就是 奖励你 或更具体地说 当你做的事情能够有助自己的生存的时候 比如吃东西 或者是在你努力工作后取得成果 就会奖励你 通过在大脑释放一些化学物质 主要是多答案 但也有后夜催产素 通常 这些化学物质真的很方便 它们帮助我们感到快乐 并与其他人联系 它们激励我们参加重要的活动 使我们快乐 但问题是 奖励途径是可以被解持的 像可卡因和鸦片类物质的东西 可以让用户感觉很兴奋 是通过触发奖励途径来释放高水平的多答案 而且不用费力就可以激发它 知道还有什么也能这么做吗 黄片 并且如此大量的多答案造成的不仅仅只是感觉 当它在大脑中跳动时 多答案会创造一个新的神经回路 这个通路主要是为了引导人们继续进行触发多答案释放的行为 当吸毒者吸食更多的毒品或是色情用户观看更多的色情内容 它们大脑中的神经回路就会变得更加粗壮 使它们自己无论是否想要都更容易重新去吸毒或观看色情内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 长时间超量的化学物质释放导致大脑的其他部分也发生变化 就像引君子最后会需要越来越多的毒品来获得快感 甚至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感到正常一样 性淫者在他们的大脑习惯了观看色情释放的大量多答案后 会快速地产生耐受性 换句话说 即使色情内容仍然能使大脑释放多答案 人们也不能感觉到和以往相同的影响 这是因为大脑正在试图通过摆脱一些多答案化学受体 这些受体像接球手的手套一样能接收释放出的多答案 来保护自身免受多答案超量的影响 因为少了一些受体 大脑就会以为多答案释放的不够 那么人们自己就感觉不到过去那种强烈的快感 结果是许多色情用户需要通过更大量 更频繁的搜索 寻找更极端类型一或三者兼有的方式 寻找色情以产生更多的多答案来感受到兴奋 一旦色情用户习惯了这些化学物质所产生的脑脉充 试图削减他们观看色情的习惯会带来戒毒一样的阶段反应 虽然人们常将色情看作永恒存在的事物 但是现今的色情已经是完全崭新的版本了 得益于互联网 当下的色情混合了身体所能释放的威力 最为强大的多答案和许多其他元素 无尽的新奇震撼和惊喜 所有的这些都会刺激多答案的超大量释放 而由于网络色情提供层出不穷的内容 用户可以在他们每次快感衰退的时候 转移到新的意向、姿势、服饰和女主等等 终来使多答案在数小时内保持高水平 普林斯顿大学的Jeffrey Satinova教授如 是将色情的影响描述给美国参议院委员会 这就像我们发明的一种喊洛因 用户可在自己家中秘密使用 并通过眼睛直接注射进大脑 案例1 从89岁开始 每天我都会撸好几次 这让我成了一个撸管男 直到我16、17岁时 我竟然还没有意识到撸管的恶果 其实在16岁时 撸管已经开始在影响我的生活和大脑 但可怕的是我一点也没注意到这种糟糕的情况 出来撸迟早是要还的 接下来的三年里 一系列的问题找上了我 容易疲劳 记忆力减弱 没有活力 注意力低下 自卑还有糟糕的学术能力和职场表现 这一切让我简直忘记了曾经的巅峰状态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现在我的情况是经常提笔忘字容易分神 沟通能力缺失 就比如我无法理解其他人正在说的话的意图和真正含义 自卑 生命力衰弱 甚至连简单的数学计算都是问题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一直尝试着摆脱这种肮脏令人作呕的影君子行为 然而我每一次都失败了 不 这是我的目标 但是我连坚持三天都做不到 可怕的是我明明感觉没有性欲 我还是毫无原因的上网看黄片 边看片边撸管 一直撸到勃起都成了问题 说真的 肮脏的我真的受够了这种感觉 我只想要像正常人一样干净的生活 尽管我一直以来都是肮脏好色的人 现在我是真的想要结束这种生活了 大家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 我已经在这里读了很多故事 但是没有和我相近的 很小的时候就有性幻想 人 案例2 大家好 我上瘾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 每天都要撸管两 三四 现在 我真是半心害怕的要死 我已经决定吃一些抗状洋药 你们能建议一些这样的药 帮我降低多巴胺水平和性欲水平吗 这样我就不会总是兴奋 一直以来我都在找这样的抗状洋药 终于发现了亚麻种子 听说它对健康非常有好处 那这里有人吃过亚麻种子吗 感觉怎么样 还有如果你有其他任何可以降低多巴胺 按水平和性欲的注意 请一定要告诉我 我真的真的非常需要它 谢谢 兄弟们不要乱吃药 症状严重请积极就医 一折住 案例3 我是一个已经手淫两年的时期会男孩 虽然已经很少撸管 但是他还是继续侵蚀着我的生活 在我尝试远离手淫的过程中 十天已经是我所能达到的极限 现在正是假期 而我没有工作 就算我想找 也没有哪个工作会要我的 就这样 待在家成了我唯一的选择 家人出去工作 也让我只能独自在家 独自一人的环境 所带来的诱惑 让我借撸困难重重 那种想要借撸 但又在十天之内破戒的感觉 真的和时一样恶心 这一周里 我注意到华京的情况 而更加悲哀的是 每过十分钟 我就要上厕所一次 不仅这样 让我觉得伤心沮丧的是 还有我一直感到头晕无力 还有撸管之后的疲劳 如果有哪位能够帮我 或者提供一些建议 我真的非常感谢 因为在这样一个孤独的假期里 我不敢告诉我的父母 还有我最想知道的是 如果我不守淫 那么什么时候能恢复呢 复评 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色情无异于毒品 极具成瘾性 三个国外案例也清楚表明 色情的成瘾性给全世界的人 带来的伤害是相同的 国外依然有很多借友 沉迷于色情不能自拔 更是被一些症状折磨的苦不堪言 所以我们的每一次看黄 每一次破戒都是在加重这种成隐性 很多兄弟抱着这种想法 这次看黄破戒没关系 以后再好好戒 其实他不知道 这次的破戒会对以后的戒色带来多大的难度 兄弟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决心 上次破戒是我这辈子的最后一次 后继 戒色拔近期建立了戒色拔翻译团队 专门对国外的一些戒色团队和最新证明色情 和撸管有害的科研成果进行翻译 以此来证明国外曾经沉迷于色欲的人们也已经觉醒 也用西方科学类观点来帮助大家更加清楚地认识色情的危害 证明咱们中国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得出万恶银为首的真理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一个 让数亿中华儿女不要被黄毒残害 我们的梦想是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够知道色情和不良性行为 对人类自身的摧残 从而解除这种坏习惯 进而回归正常而美好的生活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